好了… 先加個玩具 待會爸爸會來接你,來… 好 你這麼騙他好像不太好 不是騙,只是哄而已 放出你爸爸一會兒真的會來接他 你對QQ太緊張了 小孩子想辦法很正常 你不用嚇唬他 接著 你喜歡玩嗎? 你不想玩嗎? 是呀 你知不知道有句話叫老爸姓不知嗎? 小孩子玩就是這樣 想不到扶小朋友也挺有辦法的 當然 叔叔 哥哥 哥哥,我要哥哥 這個嗎? 媽媽… 死了… 來…給錢… 謝謝 我出話了 好棒 很久沒吃,玩得這麼開心 我出門 QQ真的肯定很開心 小姐,這張卡不行 好,我來吧 QQ呢? QQ… QQ 分頭找吧 糟了,QQ,找到哪兒了 QQ Q 糟了,Q Q 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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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門了 不要緊,我們買過吧 QQ QQ 你在哪裡?你嚇死我了 QQQ QQ 我不能失去你的才知道 我們不能再跟別人了 QQ QQ 對了, 幸虧吧? 謝謝 別客氣 伯母, 我要回家 好吧, 那我先跟她回去 我送你們吧 不用 那你小心牽著她 走吧 好, 去吧 這麼省電? 沒熱嗎? 你們在看電視還是在按電視呢? 給你看 你的樣子還沒看過電視 對了, 在想兒子嗎? QQ沒事 我說男子的兒子, 即是你媽媽的兒子 免得跟你說 即是說中了 你說, 你今天跟她做了什麼? 說… 我… 我今天比她抱著 這麼害怕? 中間戒著QQ的 那倒是 怎麼樣?有什麼感覺? 很特別, 很難形容 我隔著也很有感覺, 糟了 我跟媽媽不可以有東西的 為什麼不可以? 我不戀成這樣, 也很辛苦 我真的很害怕, 我怕我按自己不住 好, 那你覺得媽媽對你有沒有感覺? 我先試一下 好像有一點 我也怕她有 這些東西哪有得害怕的 如果你們倆真的有感覺 其他人會妨礙我也不妨礙 我就是不想像人家第三者 我不想破壞人家 我跟媽媽沒可能的 我跟媽媽, 你去找我嗎? Tracy的事現在怎麼樣? 那神秘人經常打電話來恐嚇他 弄得他不夠好睡 幸好阿輝看著他, 他才可以安心一點 那他有沒有跟你說 那個神秘人在他的樓下處理 他有沒有跟我說過, 他沒事吧 幸好阿輝在, 他才沒事 你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Tracy發生這種事都不跟你說 你不覺得有問題? 我記得你說過, 你很喜歡這裡的樓下 說了一兩次, 想不到你還記得 我說過一兩次都不記得就糟了 Tracy, 以後我會盡量多抽點時間 陪你多做點你喜歡做的事 你所打的電話暫時未能接通 請遲點就打過來 今晚甚麼電話都不接 所有時間都給你, 好嗎? 其實不用這樣 兩個人相處, 需要犧牲一下 兩個人在一起, 不是開心而是犧牲嗎 你一定要說這些話, 跳舞吧 演唱ет 都不特色時會 是不是 如果在你身邊 зад contra了 邊緣 這將就誰 聽到 obesity 保持人 Po 中 好 好 好 是否有事想跟我說 對不起,那次我沒有在你身邊 否則CD告訴我 我一直不知道原來當晚發生了一些事 沒事,我現在沒事 我知道我對你做得不夠好 所以今晚對我特別好? 我覺得應該投入一點 你無法投入,對吧 其實你已經盡了做男朋友的責任 責任不等於我錢 我覺得這樣做對你很不公平 或者… 或者我們分開一下會對大家更好 對不起,Triss 我預料了,就如今晚做好心理準備 是唯一一個令自己沒那麼傷心的辦法 其實我們兩個人之間的問題 大家早就感覺到了 現在你肯跟我說 即是證明你不是一個拖離帶水的人 你也是 謝謝 我先走了 我送你 不用了,阿芬會在樓下等我 不要擔心 Tracy 每次買書都看到你 這次你去選什麼書? 剛才那邊看見很多革人積積積的書 適合你看的 你的頸巾是怎樣 那條頸巾沒有積積 為甚麼 我跟媽媽分手了 怎麼會這樣 你們明明好好的 其實最初有問題的時候 我跟媽媽倆都試過很努力 但最後都見不起考驗 甚麼考驗 對嗎 我知道我們之間真的多了一個人 其實我也不會怪你 你甚麼都沒做過 你們分手,真的因為我? 她沒有說出口 但我看得出媽媽喜歡的那個是你 對不起 也不關你的事,用不著說對不起 對,你請問她 我剛才跟Tracy分手了 這麼突然 我也沒想到 那你還等甚麼? 這個時候她一定是最不開心的 你還擺盡這個機會 怎麼你這樣? 我贈你四個字,承虛而入 她一定是最不開心,最寂寞 最輸人安慰的 你還不快點去? 那你知不知道為何他們會分手? 根據我多年的經驗 通常藉口就是性格不合 但真正的原因一定是有第三者 那個第三者就是我 Trissy說Mark對我有感覺 所以向他提出分手 那就好,你不用承虛而入 還可以明明調高尼賣,讓他追你 不可能的,我和他媽媽不行 為甚麼?你們倆都喜歡大家 我不知道,總之是有些問題 可能胎尾不對吧 你喜歡他的時候,他就和Tracy在一起 好,到你想放棄,做朋友了 他又喜歡你 總之他們分手的原因間接是由他造成的 我不想再搶一隻腳過去 你明白嗎?我也試過被人搶走 我喜歡的人的滋味 我自己也是身受其害的 所以我真的不想 好…我明白 做人最重要是對得起自己 對得起人 你還記不記得之前搶你前夫的Lisa? 這些人我不想記 之前我幫報館拿資料 在夜總會看到他在那裡工作 所以天啊公平 做第三者可能真的沒有好結果